继续要为您报导 梁蒋日记最近爆发了所有权的争议 蒋家第四代蒋友梅 杠上了审慎蒋方质疑 而今天在台北正好有一场 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马英九总统在出席的时候表示 不管是站在政府或者国民党的角度 都愿意出来协调 他希望蒋家人能够达成共识 而马总统也强调 梁蒋日记写得这么细 保存得这么好 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未来应该要公开出版 让各界来研究 蒋家第四代蒋友梅 杠上审慎蒋方质疑 认为蒋方质疑不该擅自决定 将梁蒋日记与美国史丹佛大学 胡佛研究所签署保管合约 应该由蒋家九位记者人 共同来决定 协调多时没有结果 蒋友梅甚至不排除提告 深见国民党主席的马总统公开表示 不管是从政府或是国民党的角色 都愿意出来协调 使用的方式大家都没有什么起见 主要的是决策的作成 所以我想尽可能尽快达成协议 赶快把这个属于 在历史上文化上 属于全国共产的梁蒋日记 能够公开能够印刷能够发现 满酒希望赶紧达成共识 将50多册梁蒋日记原文送回台湾 而打算出版蒋介石日记的 中营院进食所 已经着手规划一年多 希望蒋家能授权出版 可能原日记还是留在胡佛 可是胡佛研究所能够把日记的影像档 能够交给我们 黄克武表示拿到完整的影像档后 预计花三年的时间 全文打字在地名和人民加上注释 全文出版 而天下杂志预定下周要出版的 讲公日记 则是和前嫌院长郝伯村共同编转 采用蒋介石日记 1945年到1949年的军事内容为主 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 有正面意义的一件事情 两奖日记继承权引爆蒋家两代内后 目前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两奖日记能否完整呈现在国人面前 最后还有待国民党政府出面协调 记者联系徐振俊台北报道